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apsule Academy, this is Leo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new concept of English book 2, lesson 2, words and story 那老习惯进入正式课中之前呢,我们先看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表达,进去 第二,如何表达,跟我一起读呢 最后一个,如何表达,正在那时 带着这三个问题, hope you're gonna enjoy it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先跟我一起读一下,叫做Until OK,好,那我们又一次见面了单词造句指南 对吧,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 第一,往动词加动词的变化 其实目前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时态和情态动词的那些变化 对吧,我们大多数用的是新一学过的 第二呢,四个句型的转化 肯定是否定句,一般一文句外加特殊一文句 如果您是直接学新二呢 对这个练习可能稍有陌生 如果您是从新一学上来呢 那应该对这个练习非常的熟悉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方式 地点和时间,加入这样的一些语言上的细节 去变成我们自己的句子 这配合我们新概念二册第一课学到的 6123456,如果您还记得的话 英语句子的语序,我们是可以变出一个新的句子来的 接下来呢,我们单词在造句的时候可以配合其他的习惯用法 每一课都有新的习惯用法,对吧 那整个新二学下来可能有成百上千个习惯用法 所有这些习惯用法,理论上来说都可以去配合一些单词去造句 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由词性去决定加入其他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您这个单词是个名词,那你就可以加一个形容词跟它放在一起 那造句子还必须要有动词,就所以肯定必须要找的是一个动词 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叫做原文摘抄 但摘过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自己造的 我们再通过上面的这些方式去给它进行一些转变 对吧,我们所谓的叫做变这个字 然后呢,变来变去 最后就会发现变出来了一个和文章原文完全不一样的句子 那这个句子就是您自己造出来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until 这个单词其实不是很好,让大家直接造句 所以呢,我们就先选了一个最保险的方式 叫原文摘抄 叫I sometimes stay in bed until lunchtime 我有时待在床上,赖在床上,对吧 直到午饭的时间 我们现在原文给的这样一个句子 这不是您自己的句子 我们做一点小的变化 首先各位我们去想一下 主语爱是不是可以随便换 人称代词随便换 我,他,他们俩 对吧 OK,那直到午饭的时间 注意它现在是一个时间 那我想给他换成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 那不是您随便换吗 其次它的动词叫stay in bed 叫待在床上,赖床 那你是不是可以随便换一个词 比如说吃午饭,对吧 去游泳 那这种变化是很多的嘛 那我们看一下我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的句子 叫I sometimes eat my dinner until night 我有的时候直到晚上九点才吃晚饭 你注意我们现在只变了一个小的,两个小的地方 第一个叫做stay in bed变成了eat my dinner 第二个把lunch time变成了night 我相信这个对于大家来说都不是很困难的一个思路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叫 I sometimes go to bed until 2am 有的时候直到凌晨两点工作很辛苦 对吧 才要能上床睡觉 注意go to bed上床睡觉 OK,那你看我们目前的变化规则 就是时间变了一下 把动词这个短语变了一下 对不对 好,我们再往下看 注意现在出来变成了叫how often do you go to bed until 2am 你就能看出来第二和第三是有一些关系的联系的 对不对 其实它就是把第二这句话变成了一般一文句 再变了一个特殊一文句 那我们先说怎么变一般一文句 叫做do you go to bed until 2am sometimes 或者do you sometimes go to bed until 2pm 2am OK,那接下来我的how often是对频率提问 那sometimes是我们刚刚在语法当中讲过的 叫频率副词把它替代 特殊一文词加去掉答案的一般一文句 这是我们贯穿整个新衣的一个语法重点 对吧 特殊一文句是如何变回来的 于是我们就造出来了这样一个和原文完全不一样的句子 各位看没看到 原文叫 sometimes stay in bed until lunch time 而我们目前造出来叫 how often do you go to bed until 2am 那你想一下你还可以对until 2am提问 但这样提问完了之后 until这个单词就没了 对吧 所以我们没有造这个句子 好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的是叫 我直接现在把stay变成了 直接换了一个叫couldn't swim 我不会有泳植到21岁 但逻辑上本质上和这个地方差别是不是很大的 对吧 各位注意一下就行了 所以我们刚才用到了原文摘抄加变 变的方式呢 我变了一些动词和动词的变化 我做了一些四句型的转换 对不对 好 Let's continue 下一个单词跟我读 来 outside 外面对吧 看图 外面 那inside就是in大家认得 inside里面 ok 那我们look there is a dog outside 这个句子对于各位来说 您可能自己造应该能想得到 新概念一侧25克我们学过 很简单的一个第二笔句型 有某物在某地 那你看到outside其实在6123456当中 他做的就是5D点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 对吧 就是解决的是where这个问题 说桥外边有一条狗 ok Let's continue 文章原文给了一句话叫it was dark outside 外面是黑的 那注意现在原文给的是肯定句 接下来我迅速可以把它变成一般语文句 对吧 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 各位应该养成这种叫做本能了 肯定句给我不变一般语文句 浑身难受 was it outside was it dark outside 好 那我接下来你看这句话我要用where where was it dark 就不是很舒服 那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式叫why was it dark outside 为什么外面现在是这么暗 天为什么这么暗 因为阴天下雨了 对吧 it's raining outside 或者it was raining outside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儿的逻辑还是用到的叫做单词造句指南的原文 摘抄加一些小的变化和四句型转换 对吧 好 在这提一个小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是非常支持大家一定要把文章背下来 或者说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背诵文章 而是把文章熟读成诵 然后同时再花大量的时间去把原文进行 原文往往是肯定句对吧 你要把它变成一般语文句 特殊语文句 各种各样的特殊语文词也导得特殊语文句 原因很简单对吧 你背原文你只背了一句话 如果你把它做一些改变 那你算一下这个比例 实际上我们多学了好几句话 ok 那我们补一个小的短语很简单 叫做get inside 或者get outside get inside就是进来 get outside就是出去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看一个电影当中的片段 我们一起看一下它是如何用get inside 注意力集中啊 好 所以他说get inside 他把这门一打开说get inside让他进去对不对 非常好各位记住啊get inside 接下来rain电话铃响了 对吧 电话响了 rain 那这个后面是他的过去式 这个是他的过去分词 它现在是一个动词 我想造句 好像动词 我好像得连名词 对不对 好 各位啊 就算您想不到说连什么名词 但你一定要把这个词性 它是动词 以及看到动词 立刻就想找名词的这种本能反应锻炼出来 那我们看原文给的叫做 just then the telephone rang 正在那时电话响了 这是原文 我们变就行了 叫做did the telephone ring 电话响了吗 when did the telephone ring 电话什么时候响的呀 您又造出来两个句子 对不对 那叫我们还可以换一下 叫做动词加动词变化 本来它是过去式 对吧 我们把它变成叫现在进行式 电话正在响 please answer it 是吧 赶紧接一下它 对OK 我们做了一个叫做动词加动词变化的转换 把过去式换成了现在进行式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又换了一下动词变化 刚才是现在进行式 我们把它换到了这一刻 又学过的另外一个实态 还叫做一般现在式 表示的是一种习惯 说the phone rings at 8 every night 每天晚上8点的电话准响一种生活习惯 一般现在式 OK 哪一个 那下一个单词 我们一起读 aunt 那配了一个小的单词 其实我们心仪都学过了 这两个单词 叫做uncle aunt指的就是姑姑阿姨 对吧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伦理 比如说婶婶 对吧 比如说这个阿姨等等等等 那uncle呢 就是我们说对应的他的老公 你就可以理解 比如说舅舅 大胆 叔叔 都可以叫做uncle 那他是一个名词造句 立刻想到要加动词 叫做其他单词和词性的这个逻辑 比如说我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动词 叫做meet 叫做见 见见谁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造一个句子叫做I met her aunt yesterday 好 注意我加了一个时间 OK 肯定句来了 那一般语文句就不远了 Did you meet her aunt yesterday 我们现在想对yesterday提问用什么 想对在昨天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他用什么 自己去想一下一个when一个where 这句话就变成了where did you meet her aunt yesterday 昨天你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 见到你的这个 见到他的这个阿姨的 对吧 见到他的这个舌尔之 对吧 OK 那这是我们土话了 接着往下走 下一个单词来叫做repeat repeat 它是一个动词 先来一个小的短语 叫做repeat after me 这个是我们经常说的 上课要用的一个指令 叫做repeat after me 叫做跟我读repeat 就是再重复一遍 对吧 好 那有一个小的短语叫repeat your question 重复你的问题 这是个短语 对不对 动词我们要找名词叫做your question 接下来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句子当中去 叫做can you repeat your question 你能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就我自己听到的大部分情况下 这句话呢 比较的正式 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不会听到这句话 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听到新概念 一侧第一课 我教各位的那些小的语言习惯 我在新西兰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别人说的一句话 叫做come again sorry come again 或者说pardon 你再说一遍 或者说what ok 经常用的是这些 而不一定是can you repeat your question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重要重点要听一下repeat after me 看各位能不能听到啊 来了 look kid bad things happen and you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right right wrong when the world turns its back on you you turn your back on the world well that's not what I was taught then maybe you need a new lesson repeat after me hakuna matata what hakuna matata it means no worries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这个小的电影片段 实际上有好多我们学过的东西 第一个repeat after me 对吧 第二个hakuna matata what 你说啥呢 对吧 什么没听明白 还有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我们在上一期视频当中 学过的感叹剧叫做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这个端语是多么的美妙啊 very good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文章啊 来了一句一句我们看 it was sunday 好这个it我加了个小的下滑线 就是各位一定要记住啊 你不能直接 如果是一个句子一定要有主语 你不能直接说sunday 这叫星期天 这是个单词 它的主语往往就用it去替代就可以了 it可以去替代时间的 当做时间的主语 对吧 当做 现在这就是时间的主语啊 也可以当做很多其他的主语 我们建一个说一个 不用一口气给大家总结啊 那it was sunday 就是那一天是周日 我为什么翻译成叫那一天是周日 was 一般过去时 对不对 那一天是周日 i never get up early on sunday 注意never 就是频率 负词 对吧 放在动词的前面 那从来没有 get up get up 起来 对吧 那其实就是起床的意思 看图 起床 early 早 早起 get up early on sundays 在周日 我从不早起 一般现在是 生活习惯 i sometimes 我有的时候呢 stay in bed 赖床 until lunchtime 直到午饭这个时间 last sunday 注意这两个单词一出来 接下来的时态 往往就跟过去相关了 对吧 好 上个周日呢 i 我 got up very late 我起的呀 非常的晚 got up 就是get up 的过去式 对不对 i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looked out of 瞧出了窗外 out of 新概念一侧 35课 我们就学过的小解词 对吧 我看出窗外 it was dark outside 外面 outside 对吧 地点 外面非常的暗 what a day i thought what a day 就翻 首先我们看它 其实是一个什么感叹句 那what a day 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感觉呢 就什么破天 什么破天 what a day ok i thought think 的过去式 对吧 我当时想着什么破天 it's raining again 你注意它加了引号 所以没有用过去进行试 而用的是现在进行试 他当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这个动作正在发声 所以他放在引号里 是他当时直接说的话 对吧 说外边又正在下雨 所以是现在进行试 just then 这个小的短语的意思 各位要记起来 叫做正在那时 正在那时 他往往跟过去的时代相联系 尤其是一般过去时 the telephone rang 电话响了 it was my aunt Lucy 这个人是谁 是我的阿姨 Lucy OK Continue I've just arrived by train 好 这地方我们复习一下 马上我们就会重点 一起去学习 这个是我们在新概念一测 83课就学过的一个语法 叫现在完成时 说我已经乘火车到达了 I've just arrived 叫我已经到达了 我刚刚到达 by train just是刚刚 我刚刚到达了 by train 一个很小的短语 我们新一也学过很多遍了 就是坐火车 通过火车的这样一种方式 我到达了 she said say的过去是 她说到 I'm coming to see 我马上就要来看你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 表将来比较典型的一个用法 我正在来看你的路上 或者说我马上就要来看你了 这是我的一个计划和打算 并且这件事情发生在不远的将来 对不对 很近的将来 but I'm still having breakfast I said 但是呢 我依旧正在吃早饭 I'm still 依旧 having 现在进行时 I said 我说到 what are you doing? 你干嘛呢? she asked 她问道 I'm having breakfast 我正在吃早餐呢 I repeated I注意 repeat after me 我重复道 I said I said it again 我又一次的说道 一码事 dear me she said dear me dear me oh my god 就这么一个意思 我的天哪 do you always get up so late 你总是 首先always放在get up前面 频率副词放在动词前 对吧 get up前面 一般现在时 你经常是这样的吗 so late 如此的晚 is one o'clock 已经下午一点钟了 你总是起得如此的晚吗 已经下午一点钟了 好 本篇文章习惯用法 给大家摘出来了三个 第一个get up early 或者get up late 早起或晚起 just then 正在那时 往往跟一般过去式联用 其次have breakfast 其实新概念 一色81克 我们已经学过了 have加上一个名词 很多的时候可以表示 变成做这个动作 那have breakfast 叫做吃早餐 have dinner 就是吃晚饭 very good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习惯用法造句指南 整体上跟单词是一个思路 差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我们造句子 叫he gets up early every day 一般现在时 他每天早起 他每天都早起 肯定就有了 变什么 一般一文句 does提前get换回原型 对吧 然后您接下来可以把它变成各种各样的特殊一文句 这个地方句子背下来 千万不要回去 去按照您习惯的方式去背句子 这儿的重点是把这些思路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单词学会 甚至学烦 变成您下意识的一种反应 叫做看见他就能把这些习惯用法 这些习惯用法的造句指南想起来 关键是这些思路 那一般英文句 does he get up early every day 如果对get up early提问 想想用谁 对every day提问用谁 一个是win 一个是how often 对吧 那我们接着往下走 just then 叫正在那时 原文just then the telephone run 其实在单词的部分 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不多说了 剩下的就做一些小的变化 我们换了一下思路 我们把主语换了 just then the telephone run 电话响了 那我把the telephone 换成了my mom 把ran换成了天兵 说正在那时 我妈进来呢 肯定具有了 四季型转化 不要忘对不对 非常简单 just then he turned around 好 这是习惯用法造句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结合其他的习惯用法 比如说新二第一课 turn around I got very angry I turned around again 对吧 我又一次转了头 那正在那时 他回头了 肯定具有了 一般一文具就有了 特殊一文具就有了 对吧 我们不挨个提了 have breakfast 吃早餐 我们看一下 I usually have breakfast at eight 我通常状态下 首先 频率副词放在动词的前面 have breakfast 吃早餐 在八点钟的时间 这句话对于各位来说 应该不是很难造 对吧 这句话我们新概念一凑 55克 各位应该就能造出这样的句子来了 肯定具有了 四季型转化 我们不多说了 Do you usually have breakfast at eight 对your的提问用谁 how often 问频率 对at eight 提问用谁 用的是 问 对不对 very good 好 那如何表达 进去 想一下那个电影 get inside ok 如何表达跟我读 我天天跟大家说了 repeat after me 如何表达正在那时呢 just then the telephone read very good 那接下来 三个小的端语 也是我刚刚讲过的 这个也是各位 今天回去造剧的一个 小的重点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讲作业 首先单词和习惯用法 我们今天是放在了一个视频当中 各位回去都要造剧 那借鉴的就是单词与习惯用法的造剧指南 不要忘记那些思路非常的重要 自己去造剧 最好或者说千万不要背我上课给大家的这些句子 如果你背这些句子 那我这些造剧指南又摆就摆给大家弄了 对吧 就没什么用了 摆总结了 每个单词 每个习惯用法造五个句子 慢慢来慢慢培养自己 这种造剧的能力 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拿一个单词造二百个句子 也不是难事 其次文章要跟读至熟读成诵 这个我们说了 多少遍不是特别的重要 重要的是您基本上非常流利能把它读下来 有的人读五遍 有的人读一百遍 有的人可能要读二百遍 不重要您就一遍一遍读就行了 那它的作用呢 是帮我们把本文的单词语法和习惯用法都把它内化掉 我在开篇就讲过 对吧 上课叫做无意识变得有意识 下课您自己去做这样练习的时候 要做把有意识变成下意识 只有这样您才能自己开车上路 只有这样您才能张开嘴说英文 好吧 所以这个您一定要做 这个好好做的另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下一个视频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听力口语和写作的练习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们 一键三连支持 并分享给那些需要的朋友们 See you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